还有两期 心动的信号期 大概就会给观众 一个圆满的大结局了 不过 就算没有到最后 嘉宾们的最终选择 观众大概也是心中有数的 像鹏高 翁清雅 奥斯卡 乐言 妮妮 米蝶 TOMO 王奇 这四对就算 还有点小小的波动 但是 在大结局也是毫无悬念的 节目中双向奔赴的感情 自然是会有一个 很好的结果 不过 毕竟节目之后的相处 也是很重要的 心动的信号期 看似完美落幕 节目之后 这些嘉宾又能走多远 这的确是一个未知数 那就看他们的内心 是否够坚定吧 除了四对肉眼可见的 双向奔赴的关系 刘宇凡的结局也是定型了 在赵木城明确地拒绝了他之后 刘宇凡拿着香薰蜡烛 在心情小吴中也是掉下了眼泪 他也说 会好好享受小吴 最后几天的时光 很显然他也是放弃了 毕竟赵木城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刘宇凡也不会给自己希望了 他也不会再做什么 心动的信号期 刘宇凡可能成了 唯一一个独美的女嘉宾了 心动的信号期 大结局如果还有悬念 那就是在然小蜜身上 原本在最后一次约会中 赵木城选择 与然小蜜单独约会 这个信号是很明显的 两个人在约会的过程中 也是很和谐的 但与大家会合后 尤其是刘宇凡 李定豪出现后 任小蜜与赵木城的关系 还是经历了考验 先是赵木城 他打算与刘宇凡说清楚 他虽然去找刘宇凡谈话之前 是报备了的 但是 很显然 心事重重的赵木城 没有与任小蜜说清楚 这让任小蜜有点伤心 他觉得自己 没有被坚定的选择 之后 任小蜜和赵木城之间 就有些别扭了 而一直关注着 任小蜜的李定豪 他看到了任小蜜的落寞 所以 他也决定利用最后一次机会 不能说是尽力地争取任小蜜 他只想多给任小蜜一些陪伴 让两个人的关系 不那么尴尬 选在了一家猫咖约会 任小蜜很放松 也很开心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已升温了不少 一边是与李定豪的关系在升温 一边是赵木城那边 有了一点误会 心动的信号期大结局 任小蜜的选择 就成了一个谜 有人说他可能还会选择赵木城 毕竟两个人之间 还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拉扯 而赵木城到最后时刻 他也是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明确了他想要在一起的人 是软小蜜 但也有人觉得 软小蜜会选择李定豪 毕竟软小蜜曾说过 他也想被坚定地选择 而李定豪是一直很坚定的 他从见到软小蜜的第一眼 就没有再关注过其他女生 只不过因为年龄比软小蜜小 而软小蜜想找一个成熟一点的男人 所以才会选择给李定豪发弟弟卡 只是李定豪并没有退缩 正所谓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或许软小蜜 李定豪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呢 其实还有一种结局的可能 就是软小蜜谁也没有选 赵木城不过坚定 李定豪又不完全符合软小蜜心中的理想型 如果再大结局 他谁也没有选择 其实也是很有可能的 心动的信号期马上大结局了 其实这季还是很成功的 而且节目也是非常的好看 对于软小蜜 在赵木城与李定豪之间 你觉得他选择时会更好一些呢 热播综艺心动的信号期大结局引发关注 节目中似对嘉宾感情走向成为焦点 观众们对此议论纷纷 这道恋爱观察类节目自开播以来 就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目光 特别是赵木城和软小蜜这对CP 他们的情感纠葛牵动着观众的心 赵木城最终表白软小蜜却遭拒绝 这个结果让人唏嘘 两人在节目中的互动充满了暧昧和矛盾 赵木城的优柔寡断给这段感情埋下了隐化 即便在一次约会中他选择了软小蜜 但凭日理交流不足导致两人相处时仍显得有些尴尬 软小蜜拒绝赵木城的原因引发猜测 有人认为 这可能与刘雨凡提前离开节目有关 让小明或许顾及到刘雨凡的感受 选择了婉拒 也有观点认为 小屋里的短暂相处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两人有缘分 在节目之外继续发展也未尝不可 节目中其他几对CP的走向也备受关注 奥斯卡与乐言 TOMO与王琪 彭高与翁清雅 一腻与米蝶这四对在节目中表现甜蜜 似乎已经锁定了关系 特别是人气极高的彭高和翁清雅 他们在节目中的互动让观众直呼甜蜜 然而现实总是比节目更复杂 有网友爆料 彭高和翁清雅在节目结束后很少同况出现 这引发了一些猜测 节目中的甜蜜是否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 两人来自不同的生活圈子 工作轨迹也大不相同 当浪漫的荧幕恋情遇上现实生活 难免会面临诸多挑战 彭高在节目中对翁清雅表现出明显的偏爱 但离开了那个魔法小屋 两人能否在工作与感情之间找到平衡 能否顺利融入对方的圈子 这些都是未知数 爱情固然美好 但要修成正果却并非一时 节目中的甜蜜只是开始 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将这份感情的果实培育成熟 对于观众来说 心动的现好期就像一部精彩的偶像剧 但对参与其中的嘉宾而言 节目结束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战 有趣的是 尽管节目已经收官 但网上关于各对CP的讨论仍在持续 有网友表示 看完节目感觉像是谈了场恋爱 现在突然结束了 有点舍不得 也有人说 希望他们在现实中能找到真爱 不管是不是节目中认识的人 对于那些支持的CP没能走到一起的观众 有人表示失望 也有人选择祝福 一位网友写道 虽然有点难过 但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毕竟真实的感情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 这档节目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娱乐 也引发了许多关于爱情 选择和现实的思考 有人感叹 看完节目才发现 爱情和生活一样 充满了不确定性 随着心动的信号期的落幕 观众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嘉宾们的后续发展 有人期待能看到更多关于他们的消息 也有人开始期待下一季节目的到来 不管结果如何 这档节目无一为观众们带来了一段难忘的观看体验 它不仅展示了年轻人的恋爱观 也折射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爱情和生活的诸多思考 不禁让人思考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是否还能为爱情慢下脚步 是否有勇气跨越现实的重重阻碍 去追寻那份心动的感觉 也许 这才是心动的信号 想要传递给我们的真正信号吧 心动的信号期要结局了 张沐晨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直以来 张沐晨给观众的感觉 就是没有边界感 他是在留雨凡 人小蜜之间摇摆不定 愚然小蜜出去单独约会了一次 张沐晨也算是终于明确了自己的心意 只不过 张沐晨明确心意这个过程 真的有点涨了 他已经对两个女孩都造成了伤害 而最新一期的节目 张沐晨与刘雨凡终于挑明了 他向刘雨凡道歉 表示辜负了刘雨凡的心意 很多观众看到这 心里都非常不是滋味 虽然爱情没有对错 但是 如果张沐晨很早就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相信刘雨凡也不会帮那么大的希望 也不会那么伤心 已经入戏太深了 却在要做选择的时候 批发了好人卡 哪个姑娘也是没有办法忍受的吧 还有仁小明 他其实一直是比赵沐晨还勇敢的 他也能感受到赵沐晨的情意 但是 因为赵沐晨与刘雨凡的互动也非常频繁 所以 他不敢确定赵沐晨的心意 但赵沐晨的每次示好 仁小明也是给出了很争相的回馈 否则以赵沐晨的性格 或许真的早就放弃让小明 死心塌地的雨流雨凡在一起了 有人说 赵沐晨没有边界感 这样的男人 是很容易让女人受伤的 节目中让小明痛哭 这段感情对她而言 也是一种负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